不過揮答的這一次啊 這個帶頭衝的這一個表現啊 好像大家又回來說 AI好像沒有泡沫 就是AI泡沫是一場虛驚 那未來還會繼續的 我沒有說過會泡沫啊 我說沒有 但是我只是說 大家 預期那麼好的環境 似乎 沒有想像中那麼好 就是說你現實狀況跟預期 但是這個不構成泡沫的理由 那個所謂 泡沫不泡沫原因跟所謂的網路 泡沫化不太一樣 因為網路泡沫就是 三兩個人就湊個一個什麼網路公司 就設計個APP 一大堆人然後 怎麼要上市啊 倒是吹牛啊對不對 你說不泡沫就在怪 你問他那你收入怎麼來 我的收入天使投資者 那整天在那邊吹牛 現在物理就是說 天使投資者可以投資的這種 網路公司太多了 所以就不稀奇 最後沒有就泡沫化了嘛 可是AI不一樣你想想看 一個晶片設計公司 人家丟多少錢 所以他不會有 產生眾多數量的公司 然後你 AI的主要的購買者是數據中心 有多少人可以成立數據中心 開玩笑沒有騰訊阿里巴巴這種 這種沒有辦法成立 你隨便 三兩好友直接搞個數據中心 這個是 天方夜談的事情 好那你說 你要是做一個社交軟體 來使用數據中心的資料 有那麼容易嗎 沒那麼容易啊 那個Telegram那個老闆 現在不是被輪 法國轉型關嗎 所以 這個因為他的有限性 什麼叫有限性 能夠參與這個行業的 真的很有限 他的經濟圈相對上比較封閉一點 不是因為 他的 門檻比較高 門檻高 門檻太高了啦 所以 不是很多國家想要 要插一腳我會搞個半導體製造廠嗎 每個都 氣喘唏噓有沒有 日本搞不出了名堂來啊 現在趕快台積電 他自己養不出孩子就只好收養 收養 用收養策略嗎 分養一個這個 對啊 那大陸可以養出自己的孩子沒有問題 因為 現在已經有了基礎很好的基礎 如果早點聽我不要聽那個什麼 精華紫光我要念他了 我早就在罵精華紫光他們都還不聽 還以為 以為我在 在什麼 小島怎麼知道我們的什麼東西啊 我是 戰略大國 好戰略大國不聽我躺在那邊 氣喘的 整整浪費了10年的時間 如果在2013年 搞電動車用電動車同樣的模式 來搞半導體製造設備 今天中國不一樣 真的是不一樣 把半導體製造設備的零組件 一步步建立上來 等等 那不要去 不要把錢丟到那個什麼 清華紫光跟什麼大基金亂投資 投資什麼 美國WD 我聽了沒有當場暈倒 你去做那個WD就主要是做那個什麼 那個 那個電磁包啊 通訊 那個 越講越氣 不過我也不怪他們 因為當時的可能大陸的政治局領導階層 不太懂這個東西 好 那大陸上好像也沒有人敢 敢逆那個當紅的龍眼 你找人不行啊 只是我們在海外的邊緣 邊緣地帶 講 破壞來不及啦 賠了1000多億啊對不對 還有那個被那個什麼什麼 什麼漢星一號騙 對不對 領導人如果 稍微花點時間去了解這個東西 然後很容易被騙 很容易被騙 沒辦法 哎呀 這是很可惜 我主要不是說錢浪費 我主要更糟的時間浪費 這剛好讓美國有制裁的空間 現在當然就是所謂的制裁這件事情就是 國家的戰略 跟這個經濟 都綁在 產業都綁在一起 像台積電現在就被迫要在全世界都佈局 所以台積電自己說 我們現在叫做世界的台積電 不再是 台灣的台積電 所以大家要 調整自己的這個心態 這句話是 沒錯的啦 沒錯了 因為台積電已經 大到了 是一個 必須往外發展 他有兩個往外發展的 很重要的理由 第一個 就是 台海的問題無法解決 隨時都有戰爭的風險 這戰爭的風險是他的客戶 感覺到的 老衛啊 你發生戰爭你能供貨嗎 如果你不能供貨 我現在去培養三星好了 你不要生氣啊 那你看了吧 我現在有日本廠我有德國廠 還有美國廠 就是用這種解決方案 所以 本來台積電因為台海戰爭的壓力 所以就變成 是世界的台積電 那誰把台積電逼走了 就是因為台海戰爭 為什麼台海戰爭 就是台灣的統獨問題無法解決 台灣的統獨問題無法解決是什麼 因為我們連續想的選出兩任的 台獨總統 所以讓人家預告台灣要搞台獨 那也預告的 北京不會手軟 那所以預告了台積電會被美國給炸毀 美國公開講 只要泰海戰爭我第一個先炸毀台積電 那你說其他的客戶 高通要下單給他 老衛啊 我什麼時候停止下單 這還很清楚了吧對不對 搞不好NVIDIA還問他說 老衛啊你確定喔 高端要全部在台灣嘛 所以他一定要轉型成世界的台積電 他才能生存 換句話說台灣可能會因為台獨而滅亡 那台積電 要跑到海外去建立四積電 這個當然話題已經是 這個國際級的全球級的 那所以賀錦麗跟川普在辯論會上面也談到了 美中台這個晶片相關的這個議題 那川普呢就直接說 這個大陸中國大陸的晶片是跟台灣買的 不是跟這個美國買的 所以呢這個要科技制裁 他的意思就是說台灣要科技制裁 中國大陸嗎 也不是 我覺得 大家都搞混了一件事情 我們台灣哪一款 晶片是自己設計在全世界賣的一下下角 我們是代工 我們晶片設計公司比較強的就一家 聯發科 那聯發科的晶片在全世界來講 就手機晶片來講 也不是頂級的 所以你去制裁這個沒有意義 再來就是 台灣的晶片設計大部分都是 沒有品牌的 所以也很難 號稱說這個是我設計的 有啦也有什麼洋娃娃那些東西我們設計 有啦 但是真的所謂的這種 高端用的晶片我們真的比較少 但是你不要忘記那種中低端也很賺錢 有時候高端不一定賺錢 你看那個 Intel做高端的做得那氣喘吁吁有沒有 這兩個美國總統候選人 我要引用前幾天 米爾斯海茂接收張經義的訪問 他講的我都同意 他說這兩個美國總統候選人 一個是 Unqualified 一個說 It's not good 他說川普不是好總統 然後他說 這個 賀錦麗根本不夠格 你知道嗎賀錦麗戴的耳環 是一個耳機 高科技的耳機 現在是 有這個傳說 那這個被證實了嗎 很多科技專家都證實 就是他們都有這一款直接拿出來秀 好像也說誰有戴耳機 沒關係啊戴耳機美國人可以接受我們跟我們什麼事 只是很明顯的這兩個人 都不夠格擔任一個國家元首 真的不夠格 第一個問題 人家 commentator 就是說 旁邊的這個 這個評論員有沒有 問你美國經濟 他扯什麼 賀錦麗說 我要補貼一個人5千塊買房子 蛤 What do you say 你在講什麼 耳機裡頭怎麼會傳來這麼奇怪的話 他根本不曉得他講什麼 這個 比如說我問你說你今天中午要吃什麼 你跟我講說喔明天早上要煎一顆蛋 這 這腦筋有問題啊 很明顯腦筋 他就不想打 他就不會打 他就不懂 不曉得該怎麼講解決問題 川普也是那個德性啊 他說 這個 晶片 因為 大陸買的晶片都是美國設計的 他在台灣製造 台灣代工而已啊 不是你美國賣給中國大陸 誰賣給中國大陸 最終端是台灣 你最後做完賣給人家 沒有 因為 我們不買賣 因為代工的東西是直接 我又回到他 回到他 又回到這一個 頂多只是說根據你的要求寄到哪裡去而已 業主委託你用派遞 我並沒有銷售 我並沒有銷售行為 因為我也沒有跟對方收款 收款是你收的嗎 當然是啊 所以川普根本就胡說八道啊 當然啊 以前有華為找這個台積電代工 但是也不是跟台灣買晶片 是委託台灣代工 有啦 大陸跟 連發哥買了不少晶片啊 那都是那個什麼Volvo 那個什麼OPPO啊那些手機的晶片 那他們也可以自己製造慢慢來了 所以我這場辯論我覺得 這場辯論喔 有兩個現象 第一個 賀錦麗 出意料比大家覺得表現好 川普出意料 比疫情還要來的差 應該這麼說啦 賀錦麗有做充足的準備 川普沒有 而且川普搞不好還被告誡 為了付你選票 你不可以對他太兇嘛 所以你看 從頭到尾都一副那種 千千君子也不太像 不像川普了 完全不太像川普啦 這個很顯現的 川普的辯論策略是錯的 賀錦麗辯論策略是成功的 一開始就採取 笑容的攻擊 就是說 笑笑的批評你所有的東西 那尤其是在有關國會 被攻佔的案件的時候 川普也沒有做很好的準備 不曉得他在講什麼 所以這個是他輸了 對啊 辯論輸了 選戰輸了嗎 選戰還是焦灼狀態 還是焦灼狀態 但很顯然川普已經 沒有十拿九穩的機率了 沒有十拿九穩 他有落選的機率開始產生 開始發生了 對對對 不過我比較 我比較樂見 這個 賀錦麗當總統 因為這樣美國衰落速度會更快 你覺得賀錦麗當總統比川普當總統對美國危害更大 不是啊 一個無能的總統對美國 的衰落是有幫助的 因為川普的花招太多了不好應付 不好應付 好嗎 好嗎